今後兩位情依是愈差愈熱 洪霞公農業部長 斷決中早已經拿出十次 但也突出現金委員長斷建林 已經把他撈下來 也希望斷決中可以把情依解釋給清晨 拜四的現金委員會來拿出檢討報告 今天早起 國民黨的 台北市議員 市卡森 是去台北的檢視局斷決中 導致 要求斷決中換緊下台 陳吉仲 下臺 陳建仁準時 共同台北市議員 市卡森中秀兵 早機能到北京就是要控告農業部長斷決中 斷決中斷決中 這次超出現好機能 整個這麼多 斷決中十次團出清晰消息 不過那一晚 行政儀表現已經未留 將行政儀中所警衝 還不敢表現 這是有人到去扳回 也讓他贏這期是為 救選情這麼切割 危害人民的食安竟然還可以繼續當官 背景有多硬 我們都知道陳吉仲愛哭 可是這次哭的 真的是全國的人民 總統陳吉仲 該不會下台請辭負責 會不會擔心衝擊到選情 總統揣文 面對提問 沒回應 但結帳這幾天都沒有參加公開活動 原本十八 要主席 會就在這個會議 也要由洪檢署長來主持 行政儀長 但建人也要求斷決中 要出席 拜協議會 各提出檢討報告 其實是有確定會找部長到府會來說明嗎 陳院長認為 目前有關進口雞蛋的這個說明 那麼陳吉仲部長 那麼還是有相當大的這個權責 需要把問題說清楚 那目前我们由农业部以及食药署 那也启动了联合鸡茶 行政医欢迎中帝文餐进一步视频 行政医已经担对三部分的技能 所用分配进行鸡茶 包含抗能扣准和各种业者 希望能透过鸡茶 让消费者安心 要关键并适正在乘家 记者综合报道